從高樓層往下喬 移兩輛鄉行車 再放大一點 他們沒有停在路上 在民宅的頂樓上 因為原本是在這邊 對 然後不知道哪時候放到上面去 站在馬路往上看 還能看到頂樓圍牆 鄉行車露出了一點車屁股 車沒有停在車庫 停在樓頂 是裝置藝術嗎 還是哈利波特 容恩家的飛天車 專屬車位啊 太奇怪了吧 照片被PO上網之後 還有網友留言笑說 是雙車位透天 只不過車位在樓頂 奇特的停車位 地點就在台中 東光二階的巷子內 但也有民眾看了 覺得心驚驚 如果萬一是像颱風天什麼的 他如果風很大掉下來 找到人怎麼辦 你要嘛 你就是把他全部放進去 屋主外出工作不在家 據了解 他本身是一名水電工 兩輛鄉行車 原本是工作用 後來報廢 裡面堆了不少身材工具 車子本來在地面 但四月份被鄰居檢舉 屋主乾脆找來吊車 把車吊到屋頂上 台中市府杜發局 也曾經派人來看過 不過台中這名水電工 也不是第一個把車 放在屋頂上的人 彰化秀水張露露 這屋主更猛 直接把公車 放在頂樓當倉庫 一放二十年 放一些車 沒在用的東西而已 正儲倉庫就在了 親友不修 因為房子只有一層樓太小 又沒辦法加蓋 所以花幾萬塊 買廢棄公車當倉庫 比較便宜 沒想到意外爆紅 還成了當地的另類地標 TBS的陳出賢 陳志忠如一新台中彰化 綜合報導 TVBS的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